阿本近期前往泰国曼谷游玩 随后在社群上传了短片 分享自己被当地商家诈骗的过程 他透露当时和朋友在某家知名的百货公司逛街 然间看上了一个 身似麦当劳包装造型的背包 在询问店家后 得知这个背包要价台币680元 当下阿本觉得有些贵 便找来朋友尝试和店家砍价 结果店家坚持不给折扣 还表示包包是自己手工制作的 经过一番思考后 阿本最终还是妥协付款 不料后来他在夜市 意外发现许多摊位上 也售卖了相同造型的背包 而且售价比百货公司的更便宜 只需要台币227元 阿本这才惊觉被黑心商家骗了 他委屈地表示 老板不是说这是他囤手工制作的吗 旺门也哭笑不得 纷纷透露自己也曾有过 相似的经验 只能默默吃闷亏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